餐厅内海巡人员有的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有的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但下一秒 突然一阵摇晃 几乎所有人全部跌坐地上 桌上的餐具食物也甩得到处都是 只有刚走进门的这一位 拉着门把逃过一劫 还有这一位原本睡得正香甜的 一脸茫然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吃饭这件事对于一般人在这差不多的一件事 但是在海巡舰上有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难不成是发生地震吗 原来这是海巡舰艇台东舰 在海上执行任务时 船上餐厅店的情景 直接一分钟前 大家还端坐在餐桌前 但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桌椅就像炸弹开花散了一地 但大浪过后大家动作俐落 迅速地将桌椅归定位 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 因为这样的晃动 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比较有经验的同志 他第一时间有可能会把 他的舱盘据告 来保护他的食材 食物 等到风浪平静了 他再放下来 继续用餐 海巡人员笑说 这不过是海上生活 再正常不够的事罢了 而军舰上为了避免类似状况 桌椅通常是固定在地板上 餐盘碗筷也都是不锈钢制 这样子才不会一摔就破 不仅船上摇晃 舰上的生活空间也是相当狭窄 一名官兵的卧铺不过60公分宽 上下床还得施展软骨弓 而军舰每次出海巡艺 动辄超过10天半个月 这客难用餐一瞬间 也让人看见海巡国军官兵 海上生活辛苦的真实一面 记者刘起家聊日话联报道